走老,幸福来的太突然,说走就走了 本以为会是这样,顺理成长的跟纳斯加回俄罗斯 街上魔人精老丈母娘,姥姥姥爷,还有小舅子 然后带他们回中国,去完成那个历经三年 早就应该完成的仪式,会亲家 中俄家庭两个妈妈互到亲家母 在一起喝酒温馨幸福的场面 但结果 这已经是我这趟来俄罗斯参加的不知第多少次这样的葬礼了 又一位年轻小伙子的遗体 从乌克兰在战友的护送下被运了回来 他叫G嘛,今年才刚刚20岁 比我那小舅子刚好大一岁 纳斯加说他是邻村奶奶家那个村的,落叶归根 所以今天镇子里的人都为他追悼 大部分人选择走上街道送小伙子最后一程 我也随纳斯加和姥姥姥爷一块来了 但老丈母娘今天没有来 她说同样作为妈妈的她 见不得这样的场面 她会哭得受不了 再见妈妈 伴随着遗体的缓缓离去 我仔细看着人群中的每一个人 你会明显的发现青壮年的男人几乎看不到 基本上都是老爷爷老奶奶辈的 和年轻的俄罗斯姑娘们 看着一幅幅无关和我完全异样的面孔 再看看纳斯加 我也不知道我的确切感受是什么 但我下意识的告诉自己 我希望他们好起来 因为他们是我媳妇的同胞 可能也正因为目前的这种状况 我那远在西伯利亚上大学的小舅子 早就该在一个月前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回来 然后办上签证 和我们一块全家人去中国度假 然而到现在却依然迟迟没有回家 急得我老丈母娘早在一个月前 就亲自去了趟西伯利亚 想要接她的宝贝儿子 结果因为不给我小舅子护照 说让等等 这一等就又是一个月 直到今天我说我想回国了 我先回去一趟 再回来接你们 结果这临走前 就又赶上了一次 他们这种全村送行的葬礼 我好像也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纳斯加说我的国家不好了 生病了 你想家了 你就先回去吧 但我想告诉他 你难道忘了吗 我三年前是怎么来的俄罗斯 我们又是怎么在一起过来的 我们身处于这个时代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珍惜当下 珍惜你身边的人 我没后悔过 也不会后悔 喝多了不想家 把耶喝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